这个例题 他说我这样子有两个都是 两欧姆跟一欧姆的 然后接上去如右足 然后已知通过一欧姆的电流这么大 然后呢 大家请问你两欧姆的消耗 跟电池的提供 功能都是 安平方RT 所以呢因为我是串联 所以每一个的电流都一样 所以都是两安培 两欧姆两安培 一欧姆都是两安培 我有电流 我有电阻 我有时间 我就跟你去算 我有来电流叫两安培 电阻叫做两欧姆 时间叫做一秒钟 刚刚跟你讲过的 未来一秒钟的能量就是电功率 就电功率过之后那就可以了 然后就往里面带 带进去 安平方RT 我们就算出来叫八交了 两欧姆呢就是八交了 OK 再问我的电池的总提供 他问的是一分钟 就是六十秒 那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是用总电压 总电流 我这边有总电阻也可以 总电压 总电流 总电阻 带进去求 因为电池是所谓的总提供 总提供 就是方法一 方法二 就是你把两欧姆的消耗算出来 一欧姆的消耗也算出来 然后两个相加个总消耗 那么总消耗就是总提供 总提供 那我现在为了让你复习过去的电压 电流 电阻的关系 我用方法一 我去算总电压 总电流 甚至去求总电阻 去算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让你复习用 所以我故意这样做 否则你用刚才的方法 算出一欧姆的消耗 把两个加起来就好了 这看来一样对不对 看来算两欧姆嘛 这看来就会很把加益贴也 那我就分别去算出两边的电压 我们的两安培两欧姆 所以算算是两伏特 然后呢 两安培一欧姆 算算的是 就刚才一欧姆 两伏特算算是两伏特 然后呢 两欧姆 两安培算算是四伏特 所以左边有一个四伏特 右边有一个两伏特 那总电压呢 加起来 串的要加起来 总电压就是六伏特 然后电流就是总电流啊 刚才讲过 两安培就是两欧姆的电流 就是一欧姆电流 就是所谓总电流 我就有总电流 我也求出了总电压 那我就会带进去我的公司ITV 这是我的公司ITV 算进去 要记得时间要换成秒钟 一分钟要换成60秒 要换成60秒 就算再叫做720焦就做完了 就做完了 好 你可以自己去用那颗EO5的去算它的消耗 然后加起来答案会是一样的 那只是为了让各位复习我们过去电压跟电流电阻的关系 我不会这样做 当然你可以找别的公司带啊 I平方 RT也可以啊 这个R很好求啊 串联很好求 对不对 也可以 也这样可以求出来 就是 也就是 解题的方法很多种 就看你能够理解 看你能够看得到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方法解决 可以吗 可以 好 我都łem在了 谢谢大家